至于我觉得手术的唯一痛 我的天啊 我的那个眼泪都要出啊 就导致到他就摆内障 这个LIFETIME Warranty就会没有了 Hello 大家好 我是Zoe 那今天的影片就是雷射眼睛手术的Part 2 那早前我已经拍了一个Part 1 是以VLOG的方式来记录手术的过程 如果还没有看的话可以点击这边 然后今天这支影片我会以Q&A的方式 来回答之前你们问的一些问题 已经整理好了 那我们就赶快进入 今天已经是我距离我的眼睛脸色手术 已经第4个月了 然后我在做出手术之前 我的近视是两边都是300度左右 然后闪光是100多 然后眼角膜厚度是530左右 第三个月复诊的时候 我的近视度数已经是0了 然后闪光还有一边25跟一边50 然后眼角膜厚度估计是在400多左右 眼睛脸色手术其实有好几种科技 我们普遍听到很多人做的 就是有RELAXED帽跟FEMTO LASIK 那RELAXED帽是无磅的 然后FEMTO LASIK是有磅的 怎么说呢 就是FEMTO LASIK它是在脚膜那边割开一个形成的一个脚膜板 然后脚膜板打开 然后我们就雷射雷射雷射进去 雷射好了过后 那脚膜板就盖回去 那RELAXED帽呢就是无磅的 就是直接割空雷射 雷射好了过后 然后就在旁边割一个小口 那医生就会拿夹子去把那个透镜给夹出来 这样而已 那FEMTO LASIK呢是历史上也比较久的 然后RELAXED帽呢是第三代也是最新的科技 我本身选择的是RELAXED帽 然后呢很多人问要近视啊散光多少度才能做 那这个RELAXED帽呢是在你的散光500度以内 然后我们的近视啊是到1000度以内都可以做的 然后呢之前我有问我的眼光师啊 在几岁啊以上就可以做 他是讲说18岁以上就可以做了 只不过最主要是看我们的近视的度数啊是否稳定 其实啊除了度数以外呢 好像我们的角膜厚度啊 类腺分泌啊 还有眼底的健康情况啊 本质标都很重要的 所以啊还是要等到去check了过后才知道的 其实你是不知道你能选择哪一个科技的 因为不是讲说你要选择这个科技啊 你就能做这个科技 所有东西都要看你的检查报告啊 然后他们的评估啊 然后再给你们一个建议啊 适合做哪一个科技 然后你们再就选择 很多人问啊我是在哪一家诊所做的 我本身呢是在HP Building的Optimax做的 然后也不是讲说这一家就是最好的 我主要也是因为科技啊才选择这一家的 像我朋友啊他去Visa做效果都很好 然后建议你们还是去多几家 然后去听去检查 然后听他们怎么说 然后再做判断 对就主要还是你要有信心这一家诊所 然后才给他做嘛对吗 价钱方面呢其实是跟着你不同的科技 还有不同的医生是不同价钱的 我本身呢是选择relaxed mouth 然后我也是选择诊所里面也比较有经验的医生 那他相配的价钱会比较高一点点 那我选择的医生呢是6950一只眼睛 然后包括检查啊大约就是14000吧 其他的医生呢也是大约6650一只眼睛 哦有人问啊可以不可以分期付款 那时候我付款的时候 那个人就问我哦你要不要分期付款啊 所以是可以的 那现在呢就要讲到的是去查眼睛的时候 要注意的是这样 就你去check啊你去test的时候啊 你需要留意的有哪些 那第一个就是呢 要停止戴continence一周以上 其实呢隐形眼镜啊 你贴附在你的角膜上哦 它会有一个压平的一个作用 那得到的角膜形态呢 就会比你实际的来得平坦 同时候呢另外一点呢就是 你隐形眼镜会对角膜啊 会有摩擦一定的摩擦 角膜可能会出现那种轻微的水肿 那就会影响啊你做这个决定啊 适合做这个手术的方案 所以必须给角膜啊 足够的休息 来恢复原有的完整性 就你不要戴一周的continence 是非常重要的 知不知道 在检查的时候呢 其中一项啊会是要 滴那个药水在你的眼睛 给你放大瞳孔的 然后你过后的视力啊 会模糊 还有就是胃光 当天呢记得戴一副那个黑眼镜 还有就是 当然就是找人陪同 就陪同你去做这个手术 因为你过后驾车的话 视力模糊是很危险的 应该就是要找一个伴 哎不是 不是 找一个 就是找一个人陪你 OK 再来呢 检查的过程中啊 他会问你 Injury history 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可以回忆 现在回忆起一下 你有没有什么时候 是需要去见 Eyespecialist的 或者是之前啊 什么原因 会让你好像停止戴continence 就是有关系到眼睛的受伤时 这样啦 还蛮重要的 因为我身边的朋友啊 就听说是 他在三四年前的时候 就在球场旁边 看人家打排球 那排球呢 就集中到那个眼睛 然后可是是没有受伤 也没有流血的 听医生讲 可能是内伤 但是他在做这个 雷射手术的时候 应该是眼睛感染 就进水啊 还是感染 然后就导致到他就白内障 不过到后来 好歹也是那个医生啊 他们也是 就解决了这个事情啦 所以Injury history很重要 那手术前准备呢 他跟 检查的时候是一样的 就是你要有一周以上 是不可以戴continence的 然后呢 还有就是我自己本身啊 就是要先洗头发 因为以免那个眼睛啊 胺脏水啊 或者是那些化学物质 进入我们的眼睛 导致感染发炎啊 所以就会要一两天 可能是不要洗头发的 所以要事先洗头发 还有就是 我有准备的是 Face Cotton 就是防备我过后骂脸的 那手术的过程呢 最主要的一点就是 你在雷射手术中的时候 然后你盯着那个清点 然后雷射完后 你就盯着那个白光点 这样子是能方便那个医生啊 更容易的把那个透镜给取出来 然后如果你要更了解 然后更详细一点 你可以看回我之前的那个影片 那Relax Mouth呢 它在这个手术中的时候 是毫无感觉的 没有痛感的 至于我觉得手术的唯一痛 就是有一部分就是 因为你在手术之前的时候 它会把一个胶子 黏着你的上下眼睫毛嘛 那你的当那个手术完过 还要把这个胶子啊 给拔掉的时候啊 我的天啊 我的那个眼泪都要出啊 我的那个脸皮是被它拔着上了 这样 所以我就觉得 最痛最痛的就是那个 胶子要从那个脸皮拔起来的时候 就是那个唯一痛 至于手术过后呢 嗯 它在麻雀要退了过后哦 它会好像有我的左眼 只有左眼有一个异物感 它就像conteulenza干的时候啊 感觉上有一个东西在那边这样 至于很痛就不至于 可是就是有有感觉咯 直到第三天这个异物感就消失 手术的修复期呢 是怎样照顾呢 就是你在三天内啊 就都不要好像 嗯 splash那个水 就你要洗脸的时候啊 你就用wipe 或者是我刚才前面讲的 face cotton 那你用face cotton 我自己本身啊 是拿煮过的水 然后我就是沾水 就这样子搓 沾一点肥皂就这样子搓而已 避免不洁净的水啊 还有那洗面奶化学物质啊 进入到我们的眼睛 降低那个感染的风险 对 然后还有就是带那个黑眼镜 就是你会对那个光线啊 也比较敏感哦 一方面也保护好我们的眼睛 还有就是eye drop 跟着医生还有或者是工作人员给的 envice去滴那个饮药水 不要揉你的眼睛 不要给你眼睛压力 不要挤啊你的眼睛 然后还有那个eye makeup 至少一个星期 我那时候就有点担心那种细菌感染 可是我也是等到一个月过后才化妆了 然后还有就是不能去游泳啊 梳纳啊 facial啊 还有就是身体接触的运动啊 就要一个月啦 至少一个月 然后不要去那些有灰尘啊 还有就是有烟熏啊 还有沙的那些地方 说到side effect啊 然后副作用 我们就会想到 好像平时听到的就是肝眼症 然后还有就是光圈 对吗 那说到肝眼症呢 我就想要提一下femtolexic 还有relaxed mouth 那femtolexic是有瓣的 然后relaxed mouth是无瓣的 那其实我们的角膜上 是富含感觉末梢的 那如果角膜棒的 那个角膜棒的制作啊 像是femtolexic啊 它就会切断了角膜上的神经 那你的感知性就会下降 从而你的那个叫反视性眨眼啊 这个曲动会减少 所以你才会觉得疏后啊 你的那个肝眼啊 就会比肝眼更加重 然后relaxed mouth呢 角膜被切断的那个神经啊 就相对的比较少 因为它只是一个小的接口嘛 对吗 所以它的肝眼症状啊 也相对的就比femto来的好一点 就是没有那么的严重 对 但是呢你说会好吗 是会的 我过后我就上网找了很多的资料 他是说是会好的 只是看你的修复期啊 呃的长短而已 像是有可能femtolexic啊 要6到12个月啊 然后relaxed mouth就3到6个月这样咯 然后等到你的那个 那个神经会恢复嘛 然后当你的神经长回来过后 然后它的它就是恢复好了咯 我自己本身啊 在一个星期那个时候是很干的 就我一直狂滴那个眼药水 然后直到我还记得第9天的时候 就哎 就好像没有下意识去滴那个眼药水啊 就那个时候开始就好的 对 然后现在的话都平常都没有需要去滴那个眼药水 只是比较容易到了晚上 如果我看那个荧幕啊 比较长一段时间啊 会比较容易累和干 对就在睡前了 我就睡觉这样子咯 然后呢 我的朋友呢 就是做我朋友是做fanto的 然后他们都是觉得真的是会比较干出去 然后也是要一直要滴那个眼药水 至于光圈 对那时候我就在想光圈到底是怎样咯 然后后来对第1第2天的时候 你看那个光圈咯 那个灯的旁边的确是有光圈的 不过好像是在呃 第3天过后吧 还是第2天过后 就光圈就消失了 所以现在的话基本上 那光圈还不会 光圈是没有的 然后干眼啊 对我来说现在也是还好的 其实手术当天是不能开车的 然后也是不能做工的 就是你那时候你的视力是很模糊的 你需要的是休息 如果是我建议的话 当然是拿2天 这样就手术当天啊 还有就是呃 第2天 毕竟你要让你的眼睛足够的休息啊 修复啊这样 然后如果没有办法之下呢 第2天需要开工的话 其实我当下那时候啊 我手术第2天啊 其实我的视力是很清楚了的 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只不过有可能会眼干啊 然后有些人会稍微模糊 那有可能你就要带预备那个眼药水就滴咯 这样子哦如果然后你过后呢 你要开长途车呢 当然过后是没有问题 不过修复期的时候 尽量可以让眼睛啊 休息一个星期啊这样子 那可以不可以再带contain lens 是可以的 不过建议三个月过后再带 如果之前有问我的眼光师啊 当然大家都是不鼓励 好像去带这些美瞳啊 这些放大眼镜啊 不过这个东西都是因人而异 不过就是照顾 不过就好 OK 这个就是很多人问了 会不会再近视回跟反弹 那我想要从眼镜这一块带入 眼镜呢是一个凹透镜 那这个乔症视力手术呢 它是在角膜上消去一个凸透镜 就形成一个凹透镜的形状 就好像你就带着一个 你不用再摘下来的眼镜 所以它只能做到乔症的目的 而不是根治 那虽然手术并不能保证啊 以后啊 会不会再近视回啊 不过最主要的三个条件 就是素显度数稳定 然后度数不会太深啊 具备良好的用眼习惯 那手术的效果就会更稳定和长久的 那其实素后啊 我们要回去复诊了 那大概是有五次 也就是手术过后的第二天 然后第一个星期 一个月 三个月 再来就是六个月 那这五次复诊完过后呢 在这个诊所呢 是你每一年都要去做 详细的眼睛检查 那你才享有这个lifetime warranty 假设如果有一年你忘记了 有可能这个lifetime warranty 就会没有了 也就讲说 它说的话 如果你要再做多一次的话 可能就没有享有免费了 就好像我的朋友啊 他是在另外一个诊所做啊 他们这五次的复诊完过后呢 即使没有好像在做详细的检查 每一年啊 都是享有这个lifetime warranty的 所以有可能你们可以去留意一下 然后去问问看看你们的诊所 其实每个手术都有它的风险的 那这个手术的风险呢 常见的就有光环 然后炫光啊 或者干眼 那罕见的呢 就是有感染 还有角膜扩张 或变形 那前者呢 是很 就是很普遍的 它会随着时间啊 而改善 后者呢 它在角膜扩张啊 或者变形啊 可能是会在很多年过后发现的 那如果没有及早发现的话 可能会影响到撕力 现在就到了手术的感想 因为我的相机没有电了 然后就用一下 唉 我刚才讲的好喘啊 我就 一直怕相机没有电 就好像赶着讲 希望不会 听到很辛苦 不过说到手术的感想呢 嗯 还是一样 我就觉得很方便 真的很方便 我 就像那些没有戴眼镜的人 一样方便 你做运动啊 那些啊 都不用好像当心 那眼睛就要掉下来 掉下来这样 然后我术后的 马上的感想 就是感觉上 好像清楚到 可以看透人心那样 不是可笑啦 不过真的呢 就是 的确就是 很方便 那我会建议 如果打算做这个手术的你啊 先去不同家诊所 先去check 然后听他们怎么说 然后再从而判断 你要选择哪个科技 然后诊所还有医生 手术前手术后都好 或者是 没有近视的朋友 都要好好的对待眼睛 然后 不要单看我的一个影片哦 记得去看 更多的经验的分享的人 然后还有就是 那些医生啊 那些都可以去看 因为你当你一更了解的时候 你就会更放心 那我今天影片就到这里咯 然后希望这个影片能帮到你们 然后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like 然后subscribe 然后还有share给你的朋友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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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